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姓众各位 观众各位网友 大家好 就说一宗国际军事的新闻 就是和中国有关的 就是这个礼拜中国就向这个国际的水域 南太平的一个地方 就发射了一个洲际导弹 那当然这个导弹是那个弹头是假的 北京就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安排 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目标 不过就是附近的国家引起很大的反应 提出抗议 同时日本自卫队成立有史以来 第一次通过这个台湾海峡 似乎就是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 究竟中国发射这个洲际导弹 日本的自卫队通过台湾海峡 其实意味着什么事呢 是不是可能会有机会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呢 稍后回来详实再说 各位 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服务器 自服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词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三十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北京在星期三宣布 上午8点44分的时候 发射了一枚长程导弹 载着一个假的蛋头 这个落点在南太平洋 中国国防部说 这个例行性的安排 属于年度训练的一部分 也说已经通知了有关的国家 但是日本的回应也相当强烈 他说没有 没有通知到我们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回事 澳洲也提出抗议 新西兰表达了担忧 好了 这个导弹发射了之后 引起各国的反应 亦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计算上来 是中国在它的领土以外 发射这个导弹 远程导弹 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 试过一次 四十多年来都是没试过 一般都是在内部做测试的 比如射去新疆的沙漠地方 但是可能很多网友就会说 车离美国那些都经常都做 俄罗斯都做 为什么中国不能做呢 没有说中国不能做 大家都有远程的导弹 也有不少的核弹头 大家都可以做的 没有说不能做的 但是 今次中国这个射程 去到五千多里以外的 落点 其实是对其他国家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警号 雖然中国的核弹头的数目 是比 美国和俄罗斯少很多 但是意味着 中国的威胁的力量 就是越来越大 就是说 这个所谓 国际上的争霸 谁跟一哥 就已经在军事上 已经是展开了 就是对美国来说 这个发射洲制导弹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对中国来说 这个非常之特殊 所以有些分析就说 是意味着中国现在要 show 他的 muscle 就告诉全世界听 我有这个能力 我的火箭 军 现代化 就会show 到这个能力 给大家知道 我有这个做法 所以东京说 未收到任何通知 但是对北京的军事 抗张表示严重关切 因为大家太近了 那澳洲 就说 表示这个行动 是会增加了区域内的 误判风险 会造成这个地区的不稳定 和紧张 要求解释 纽西蘭就说 这个是不受欢迎 亦都是令人担忧的发展 这个是邻近国家的反应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其中一个解读就是 刚才我说 中国要show 自己的 muscle 我有 muscle 我就要告诉你 亦都是要告诉美国 博之 就对这个亚洲盟友来说 你不要以为你受到美国保护 你和他有军事结盟 你等于就可以安走无忧 就是中国是有这个威胁的力量 有这个震慑的力量 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 虽然他就是说 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甚至是和南韩 有这个军事的同盟 菲律宾和中国在这个领土上面 也有纷争 越南也是这样 尤其是就是 其实是show 和台湾的关系 最重要就是台湾 中国要告诉你 如果台海有冲突 中国要决定武统 美国 拜登经常说 军事上要保护台湾 甚至派兵 如果你美国 敢派兵 去这个台湾 去阻止我武统的话 我的洲际导弹是可以对你不客气的 我可以打到你美国本土 你去打到夏威夷 我可以有这个能力 其实这个我相信 都是针对这个 紧张的台海局势有关系 如果你要计计核弹图的数目 中国现在计计有500个核弹图 当然这个不是公开的资料 大家都是情报上的估计 美国就说 他有500个核弹图 有350个是洲际导弹 可以打到美洲 美国的本土 也估计 去到 不用10年之后 中国的核弹图数目 会超过1000个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 各自拥有5000个 中国目前来说 是有十分一的核弹图 但是我说如果打核战 是不用那么多的 一个就已经够了 所谓一个就够了 就会引发核战 然后全世界就摧毁了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 就是Balance of Terror 不是Balance of Power 不是权力的平衡 是恐怖平衡 就是说 大家要想 如果我第一个 按一个核弹出去 射了去某个地方 即是令到 你都不知道核弹在哪里 不会摧毁了 其他国家的 核弹的基地 如果我按了一个出去 那么 对方就会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 你就会有另一个反应 于是一定是互相摧毁对方 所以 按下去之前 就要去想 究竟 这个核弹 带来有什么效果 最后可能就不做 这个就是恐怖平衡 希望达到 这个效果 但是 有些东西会拆枪走火 气都可以做 是吧 究竟 是不是按了出来 按了出来 你 是不是会 想着 情报收集到 他真的会按 那一定是要先发制人 等他按之前 我就摧毁你 但是 确实实 如果这个情报是很准确的 就是这样做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真的会 触发了这个误判之后 就会出事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 我自己的判断就是 今次发射这个洲际导弹 目的是要告诉美国 我是有能力 飞弹打到你本土 四十年内第一次这样做 我有这个能力 不过我现在不做字 不过我看看 如果我 真的要武装台湾 你又出手干预的话 你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相信这个 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机会就是这样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大家知道 中国的火箭军 就是这个 负责导弹的 腐败的情况 是极度严重的 是吧 最少有两个 最高级的位置 被赶下台 国防部长也换了 而且要清洗这个火箭军 也是出尽狗毁以赴之力 是做了的 会不会今次 发射这个导弹 是清洗了这个火箭军的 所谓腐败的领导之后 习大大要show 就说 我现在 做到这件事 会告诉全国 知道 我的火箭军 已经在我 全面的控制下 其实 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 发出另一个信息 就是这样 另一单 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 第一次 有史以来第一次 他的蓝席 通过台湾的海峡 中国的官媒環球网 就说 日本的湖北南 澳洲的驱逐艦 和纽西兰的補给艦 大家互相配合 通过台湾的海峡 解放军是全程跟監 和警戒的情况掌握当中 日本的媒体就说 中国长期以来 拒绝把台湾海峡 视为国际海域 日本历界政府 考虑到中方的立场 是因为台风的因素等等 在台湾的国际海域停留 从来未过境台湾海峡 不过今次就这样做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就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一次下令军舰通过台海 是否担心日本如果在中国 入侵日本领土之后 不采取任何行动 解放军的行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其实所谓入侵日本领土 意思就是说 当有台海冲突的时候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会波及到日本呢 那么近吧 对于日本来说 你知道中国反日的情绪 那么高涨 你入侵得我 几十年前 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 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那就是日本通过台海 刚才也说了 的稍早时间 当然我想不是立刻做这个 所谓的报复行动 就是中国是向南太平洋 發射一个 可以搭載 无疑 现在无疑的核弹头 可以搭載核弹头的 洲製弹道导弹 中方就说 早就通知了日本 但是相关国家 但是日本的内国官房长官 就说未收到通知 这是很敌意的行为 就是向那个地方 附近的地方 去发射一个导弹 未收到通知 就是 不是不宣而 至少 你那个导弹的落点 去到那里都会影响 如果有普通平民百姓 例如在那里打鱼之类 都会影响他们 为什么不早就说 我讲这个军事新闻 其实想告诉大家 这个 中国 是在 今次的事件里面 我相信 完全是针对台湾 但日本这个反应 用这个护衛艦 第一次去通过台湾海峡 连同澳洲和纽西兰 亦都是 要向中国显示 即是说 我们不是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防卫和打击能力 如果台海有事 或者台湾有事 日本都可以 显示他的实力 可以保卫自己 甚至 会不会有机会 如果真是美国介入的话 去参与美国这个军事的行动呢 很多人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这点我一直都相信 他的危险 大家知道 就是来自对岸 如果他发射了这支 洲际导弹 其实是表示 中国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 用武力的方法去统一台湾 所以台湾做那部剧 零点攻击 其实很有意思的 这个不是一个天方夜谭 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的预言 也不是纯粹宣传 确实实 这个危机是存在的 不过台湾内部 大家知道 也有很多人 视为台奸 就是他们整个理论的根据 就是说 大陆很兇的 很兇的 不讲道理的 不过你最好不要激怒他 你和他谈 如果我们和他谈 和他慢慢安抚他 我们不会出走的 我们不会独立的 我们不会和美国结盟 我们不会反转去对付你的 这样的话 台海就可以保持和平 台湾可以保持 目前现状可以维持下去 但我觉得这种想法 是极度幼稚的想法 即使没有武统 如果台湾可以乖乖地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下 台湾的情况也是完全变化了 所以我经常都这么说 台湾很多人想着和平和平同一 那就没事了 可以避免战禍 也有人说 现在大陆这么强大 台湾怎么抵抗得到 我们立入他们的管制 我们就好了 可以继续做生意 跟台湾人谈 有些主张跟台湾人谈 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 真的统一了之后 你们的总统 不像现在一人一票选 好像香港特首 小圈子选 你愿不愿意 如果真的统一了之后 你的立法院 不是一人一票选 是好像香港 篩选又篩选 才可以做到立法委员 那你愿不愿意 那些主张统一的人想一想 有问题 你们的市长 你们的元长 全部都是指派的 你愿不愿意 当然他们是不想走回头路 但是 是不是 有些人都觉得 如果找我做 就没问题 所以我常说 台湾的危机 在于内部 内部的危机 比外部的危机 所以 你看到 就是 中国的统战攻势 是很厉害 很厉害 堡壘是在 里面瓦解 所以 这次 发射 这个洲际导弹 我觉得 意义是 非同小可 危机 亦是非同小可 这次暂时说到这里 继续之前 我patreon 和深藉口快的频道 多谢收睇 再见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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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